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可不轻松 因为火锅巨头还抵捞最近公布的半年财报 让人震惊 净利润下跌9.7% 关闭了43家门店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市场的冷酷现实 还是企业策略的调整 虽然净利润下滑 但海底捞的收入和核心经营利润 却保持了双增长 这难免让人感到意外 利润下滑主要是受到汇兑损益和增值税政策的影响 但惊人的翻台率和接待顾客总数 却显示出它在市场中的强大吸引力 面对这样的挑战 海底捞采取了关停不盈利门店的策略 似乎在进行一场生存游戏 而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市场的变化与企业的应变能力 然而 关闭门店并不意味着放弃 海底捞一支计划在下半年加速开店 继续扩展其强大的餐饮网络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 海底捞能否在变革中保持品牌的竞争力 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讨论将由我们两位辩论高手楚天苏和谢琪琪 带来正反两面的精彩观点 究竟海底捞的未来是光明的曙光 还是暗淡的阴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曾几何时 海底捞这家火锅巨头 以其无微不至的服务而扬名 然而 当明报揭示其半年净利润下跌久 74%至人民币23,800万元 约12亿4,200万令 即时 似乎这家餐饮业的传奇也面临了一些挑战 这一消息使不少投资人感到意外 每股基本盈利仅为0.38元 而这次派发的中期股息每股 0.3当云相当于零 358元与2023年中期无派息形成了鲜明对比 海底捞方面称 净利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净汇对损益变动 和大陆增值税加济抵减优惠政策的取消 尽管如此 公司的收入和核心经营利润 却依旧展现出了令员振奋的增长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下 上半年核心经营利润达到了27亿9900万元 按年增长13.02% 收入方面 亦按年增长13.79%至214亿9100万元 飞汽去年同期 海底捞餐厅经营收入也增长了13.82% 达到204亿1400万元 数据显示 海底捞在上半年收入 和核心经营利润双增长的情况下 创下了历史新高 实现了214亿9100万元的营业收入 这一表现令人瞩目 整体海底捞餐厅翻台率每天达到了4 二次 所有门店在半年内接待顾客总数 达到了超过2亿1000万人次的精人数字 这些亮眼的数据似乎在告诉我们 虽然海底捞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它依旧在市场中拥有强大的吸引力 然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海底捞目前在全球运营的餐厅数目达到了1343家 其中1320家位于中国大陆地区 23家位于港澳台地区 2024年下半年 该集团计划继续采用至下而上的开店模式 随助经营管理门力的进一步提升 预计开店的数量将大幅增加 集团方面表示会继续加强区域化布局 稳步拓展海底捞餐厅网络 确保每一家新开餐厅都能提供高水准的服务 并达到优秀的盈利水平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计划 海底捞也不得不面对一些现实问题 在上半年 为确保整体海底捞餐厅经营效果良好 集团新开了11家餐厅 但同时也关停了43家门店 这些被关闭的门店中 一些是因为经营表现不达预期 或是增长潜力不足而被迫停止营业 另有部分餐厅因物业调整等其他商业原因停止营业 这一系列的关闭门店行动 透露出一个讯号 即便是像海底捞这样的行业巨头 也必须不断适应市场变化 进而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面对来自市场的压力和挑战 海底捞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应对策略 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有潜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中 社会评论家和投资者对于海底捞这一动作 有助不同的探法 有人认为 这是公司在经济不确定时期的一种保守策略 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 然而也有人担心这会影响品牌的整体形象 认为频繁关店可能会削弱顾客对品牌的信任度 另一位市场分析师则指出 海底捞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服务模式 更在于其高效的营运管理和灵活的市场应对能力 这次的观点决定 或许正是海底捞在保持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毕竟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定和盈利 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 海底捞的管理层也表示 未来会继续进行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 应地质疑的调整经营策略 确保每一家的新餐厅都能够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和服务标准 他们还强调会继续提升服务质量增加客户满意度 这一积蓄与策略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新顾客 更是为了保留和服务好现有的忠实顾客 尽管面临了一些挑战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海底捞依然保持住相当的市场竞争力 未来随助经营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海底捞有望在全球餐饮市场上继续扩张 对于那些期待海底捞未来发展的投资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海底捞未来的路途仍然充满足挑战 随助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海底捞需要不断创新和调整策略 才能在这一充满变化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这家火锅巨头来说 未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总体来说 尽管在2024年上半年遭遇了一些挫折 海底捞依然展示出了强大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随助公司在市场上的不断探索和调整 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海底捞 继续为全球顾客带来美味和愉悦的用餐体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各位朋友 海底捞上半年净利下跌9.7% 看似是一个负面消息 但细读数据不难发现 它其实隐藏着许多正面的信号 首先 海底捞的收入和核心经营利润 都增长了13%以上 这显示其基本面依然强劲 其次 关停43家门店并非坏事 反而是管理层在优化资源配置 把资源集中在更有增长潜力的门店上 就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一面巩固已有地盘 一面战略性的撤退薄弱环节 终究是为了长期的胜利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可真玄妙 但海底捞的现实 可不像诸葛亮那么光明 净利下跌9.7% 可不是小数目 尤其是关闭43家门店 说明不少门店经营不善 难以为继 这就像是马素施接亭 丢掉的可不仅仅是几家店 而是品牌的信任和市场的份额 更何况 大陆增值税优惠取消 对整个餐饮业都是影响 海底捞能否在这种政策环境下维持高增长 还真不好说 谢奇奇 你的担忧不无道理 但我们也要看到海底捞印对挑战的能力 比如说 2024年上半年新开了11家餐厅 说明他们仍在扩张 而且是有选择性的扩张 这就像打游戏里的战略撤退 为了更好的迎战 再者 海底捞的翻台率每天4.2次 接待超过2亿1000万人次 这些数据可不是随便哪个餐厅能做到的 这说明海底捞的品牌年性强 消费者依然认可 楚天书 翻台率和消费者人数确实亮眼 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质 我们必须要看现实 许多消费者选择海底捞是因为它的品牌和服务 但这些都是有代价的 包括高额的运营和管理成本 船大难掉头 一旦市场环境变化 成本压力增加 海底捞能否继续维持高水平的服务和盈利 是个巨大的问号 再说了 像水浒传里的宋江 虽然名声大 但最后也是因为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而失败 海底捞会不会重蹈覆辙 还真不好说 谢希希 你提到了成本压力 我不得不说 海底捞的管理层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并在积极应对 比如 他们在加强区域化布局 确保每家新开餐厅都能提供高水准服务 这就是在提升运营效率 像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 通过分封功臣子弟来逐步削弱地方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 最终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同样 海底捞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精细化管理 也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楚天书 你的历史比喻真是不断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 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海底捞虽然在短期内有些调整策略 但这些策略能否长期奏效 还有待观察 区域化布局 官邻不盈利门店都是好措施 但仅此而已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否能在创新和提升顾客体验方面继续发力 否则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仍然无法维持长久的稳固统治 最终还是会走向衰落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址是六度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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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